他们家主打这个麻酱米 很好吃哈 如果你在魔度的宴当路上遇到一家人几人的面馆 不用问 招牌上写的肯定是味香斋三个字 虽然前听家后厨一共也就四十来平米 还要拼桌 卫生也不是很干净 但这一切都不影响挑剔的上海吃货们对他家的认可 味香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前身是一家咖啡馆 结房后又改成了饮食店 尽管现在已经是米其林指南上的常客了 可价格却是出乎意料的亲民 麻酱面十四 腊肉面二十一 就连最贵的牛肉汤面也才二十四一碗 难怪他家在网上一直被叫做最接地气的米其林餐厅 首先试试端上来就把我香迷糊了的麻酱面 听说这一碗创始人当初自己研究的 芝麻酱和花生姜的比例堪称完美 闻着香吃着厚 搭配碗底的腊露还特别的容易搅拌 整体一点都不腻 麻香焦香 还有上海人习惯的甜味 一波一波松紧嘴里 拿起筷子根本停不下来 腊肉面上还有两种 一种是肉泥 一种是肉丁 它家明显是厚着 而且每一粒都超级大 吃起来特别的香 就是这个辣子我根本体会不到 主要还是咸甜味 牛肉汤面的话 我只能说一般是上海很家常的牛肉咖喱汤底 喝起来有一种温热辛辣的刺激 虽然二十四一碗价格也不贵 但牛肉很少没什么吃头 建一点拌面的时候 单独来一碗十一块钱的小牛肉汤 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吃肉 我推荐来一份焖提 入口是凉的 但越嚼越入味 皮还特别Q 放进汤里五热以后 口感应该会更好 今天三个人最终消费不到一百 在上海滩这个价格 真的可以用感人来形容了 个人推荐一定要吃麻酱面 配个汤或者来个腊肉焦头 就已经是很完整的体验了 关注我 偶尔尝尝上海美食 ana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